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在拍摄时遇到投资方撤资或者解散 下面的这部网剧就是这样了 它的名字叫做套路 是由明道主演 但是这部网剧确实问题多多 在拍摄时其进度就很吃慢 前期投资更是严重超值 最后投资方为了止损就直接撤了资 本以为就这样风浪沉寂下去 但是就在昨晚24号夜里 网剧套路的香港女导演林书珍 忽然在微博上发出更吻 称其差一点就被南航飞机师性侵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说有一南航飞机师男子酒后放短 在酒后从阳台爬到林书珍房间 企图实行强解 林书珍及时呼救 避免了受到伤害 而对此网上的网友也是议论纷纷 有的是痛骂男行 有的痛骂男子 还有就是痛骂林书珍 这痛骂男行 还有飞机师都挺正常的 怎么还痛骂林书珍呢 有网友说这一切都是套路 林书珍为挽救其拍摄的网剧套路 而做的局 大家不要相信 对此小编也是无语 男人还有可笑 先不论林书珍是否套路 一名女子显辈性侵 发文希望能够有效处理 却是遭到质疑和不信任 小编觉得 这位网友的思想是不是太黑暗了 本文来源 小尼白说娱乐版权归原作者所有